每年的秋天来临 我就有个奇怪的爱好 就是收集这些果子 乍一看 有点像晒蛋的龙眼 所以 它叫甲龙眼 它的果皮才是最神奇的 泡水揉搓之后 就可以产生丰富的泡泡 从此 它又有了新的外号 肥皂果 很形象 也挺有意思的 这个就是无患子 无患子拉丁学名翻译过来呢 叫做印度的肥皂 别看它们平平无奇 小区 花坛 马路边 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如果你认得它 可以随手 捡一些带回来 因为它们大有用处 别走开 手把手教你做天然的无患子洗发灶 学会了你 也能成为发量王者 把包了壳的无患子倒入锅中 再拿一把和手乌 取阴干的侧柏叶 桑叶 米针子 土丁茶 加清水摸过表面 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慢熬 将植物的有效成分 慢慢煮出来 熬到汤汁变得很浓郁 剩下的都是银养和精华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倒出过滤 晾凉起发 但是每次都要煮比较麻烦 我们把它做成灶 既能长久储存 又方便使用 很佩服古人的智慧 想想古人以前做灶 是拿猪油或者猪鱼 与天然的草木灰混合制成块 做成椅子灶 去油污有很惊人的清洁力 但这次 我们要用的是山茶油和碧麻油 不仅可以减少干涩 洗完的头发会更柔顺 搅拌成这样的酸奶状 就可以倒入模具定型造化了 你看这个质地像不像蜂蜜 还会留下一层一层的纹路 只能通过摇晃 让它尽可能的平整 48小时后 造体变得非常坚固 正是切造的好时候 用琴弦刀这么切一下 看看这平滑扎实的表面 造化的也刚刚好 手工制作 浓汤熬制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不伤害头皮 不刺激毛囊 控油蓬松的同时 还能养护毛囊发根 头皮干净了 各种头发问题 都会好起来的